復辦的維港渡海泳今早舉行 有近一千人參加 男女之個人賽都是由香港游泳代表乘出 跟以前渡海泳不同 泳手並不是在起步的時候一起跳下水 而是先在海中準備 比賽在早上九點開始 起點就是里漁門三家村 至於終點是則如沖公園公眾碼頭 全程大約是1.8公里 賽事分為四個組別 包括男女子個人賽和男女子的對際賽 首先進行的是男子個人組 一共有548個泳手參加 他們需要在賽程中途 把手上的電子計時晶片手帶拍在紀錄器上 以確保遊園全程和用作計時之用 泳手需要在一個小時十五分鐘之內完成 而今屆賽事年紀最輕的只有十二歲 最年長的只有六十八歲 領先的泳手獨自帶出 領天宇在最後一段保持後勁 最後只用了二十分鐘三十四秒三 就完成全程了 好棒 復辦之後首屆維港度海泳 男女子個人賽的冠軍都是香港游泳代表 其中男子組冠軍凌天宇就說 滿意自己今天發揮 還要是超水準 開心的 因為這個歷史性時刻 第一次香港復辦 三十三年來 是很開心可以做到第一屆的冠軍 一分鐘就開賽 至於女子個人賽 也是由港隊代表鄧詠欣贏出的 她的時間是二十三分零七秒八 很希望下年會再 年年都會這樣舉辦 她接著會參加 亞洲度海泳的錦標賽 無線電視記者文宇謙那道 有泳手就說 賽道指示不清晰 而維港的風浪都挺大的 時隔三十三年 再次可以齊齊在維港唱泳 由以前參加過杜海泳的參賽者說 新賽道比起以往 由尖沙咀游去中環更加好 不過首次挑戰維港最年輕的參賽者就說 比想像中辛苦 開頭上水就很暈 因為太大浪 所以很暈 很辛苦 都是因為大浪 要用很多力才不會衝歪了 泳手並不是勇往直前就可以了 因為中途要改變方向 有泳手游錯了 泳手游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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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泳手游到船的左邊 泳手游到船的左邊 但實情應該是在船的右邊 因為其實通常這些 因為我們在海上看得 沒有平時在陸上那麼清楚 還有那個牌 近的時候很大的 但遠的時候一定是 就算哪裏游排都很小 始終會有機會游錯 是沒有指示的 就是中途 因為它只是弄了一個很大張牌 但是它游了上來 船是排到歪來歪來歪來 游不到中間 你有沒有游錯 有少少 大會安排了三十幾隻獨木舟 和三十幾艘機動船 包括醫療船和拯救船 協助參賽者 有幾個泳手中途抽筋 或者是體力不知要上船 成功游完全程的 難免都會有點累 工作人員拋過水泡 給泳手休息一下 大會說會檢討安排 無線電視記者 郭榮家報道